哈囉 大家好 我是命理專家小瑞老師 非常開心大家要回到老師的頻道啦 哈囉 現在來跟大家來聊聊什麼呢 來聊聊老師之前就有提到過的必打佛 那相信之前有看過老師這篇的朋友應該很了解 必打佛是有分馬哈 懶跟馬哈 歐 這兩個系統是分開的 算算它都是必打佛 那就有朋友寫信來跟老師講一件事情就說 老師你知道嗎 有很多人在講說啊 孕婦是不能佩戴必打佛的 因為它會導致孕婦難產 老師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那老師我今天就是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說法 以及這個傳說是為何而來而是不是真的呢 那今天老師會教大家怎麼去破解這件事情 所以請大家聽聽看好不好 大家好 應該要講說我們最早期的這個必打馬哈歐 它今天這個必打本身有遮住跟塞住的一個意思 那為什麼呢 因為早期他們降頭是不是法師鬥法對不對 他們鬥法的時候會封閉自己的九竅 那一般人就想說人不是只有七竅嗎 為什麼會有九竅 臉上的七加下面的兩個 就會變成九竅 它會有一套系統去把它封閉住 來防止其他的法術打進來到我的身體裡面 等於說做一個防護的措施 而這個必打馬哈歐 它本身有強大的擋災 避險 消失 遮影 以及 風翹的一個功能 所以很多的降頭師鬥法幹嘛非常喜歡 帶這個必打馬哈歐系列的東西 因為它的保護能力非常的一個強大 那既然保護能力會這麼強大 為什麼他沒辦法幫助孕婦順利生產呢 我相信這時候聰明的朋友應該已經聽到關鍵了 就是因為他會封住九竅 那孕婦在懷孕的時候 他不是要生小孩嗎 生小孩的時候不是其中就是所稱的產道 必須要打開 但是如果你今天佩戴是必打馬哈歐系列的生物的話 他的法律不是把它封住嗎 那幫助說小孩子今天想要生產出來 但是他又俗稱的不開 那是不是就變成難產了呢 其實他的道理就是這樣子的簡單 那很多朋友就問我說那怎麼辦呢 其實也非常簡單 那你可以換配戴必打馬哈拉系列的 那基本上就會安全很多 那如果你還是很擔心 其實應該說以現在醫學來講啦 你今天進產凡人的時候 最多你就是不要戴這個佛牌 不就解決這個問題了嗎 但是反之過來去想一件事情哦 如果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很容易流產 或是胎兒很容易就沒有了 對不對 其實那你這時候是不是反過來 就可以佩戴必打馬哈歐 把它封住讓他不流產不流出來呢 其實佛牌生物這東西用法 真的就跟藥物一樣千百去用 他沒有一個絕對的東西而存在 那所以如果你今天跟我說我在 我今天本身是孕婦 那我可能體質比較虛弱可能就流 其實我真的不反對 戴一下必打馬哈歐系列的佛牌 那是不是就可以保住這個胎兒 等到你可能今天月數已經足了 你再把它拿起來 這個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那你自己本身如果今天是跟我說 可是我怕效力太強會不會有副作用 那你就會帶必打馬哈拉系列的 一樣有保護的作用 而且對於胎兒這東西效果自然就不會 那麼樣的 這麼樣的明顯到可能會導致難產的問題 所以其實他的答案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你有些人就會說 可是孕婦很多人就想說他是不能戴的啊 其實我必須要講句老實話啦 其實你只要把它拿下來 現在動手術的話請問你進產房 有人會帶著佛牌嗎 我相信一般醫生都會建議把它全部都拿掉吧 因為避免一些副作用啊等等之類 就像講句開玩笑話 難道你去動手術的時候 你會帶刀槍不入的服管在身上嗎 然後讓醫生去動手術發現說 哇你的皮膚好難切啊好難幹嘛 來活受罪嗎 當然不會 所以有一些朋友就問說 老師佛牌有絕對性嗎 其實他並沒有怎麼樣絕對性 他跟藥一樣 今天並不是說多或少都好 是看你的情況去使用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各位親愛的朋友 你今天有一些朋友已經懷孕了 他已經在戴比達佛 基本上他如果是馬哈拉系列 真的是還好 那你當然如果很擔心他 你也可以跟他說戴到主月的時候 你就不要再戴了 就把它弄在家裡面就好啦 那有些朋友可能體質比較弱 很容易胎兒就會流掉等等之類的 你反而可以建議他可以配戴比達馬哈歐系列的 就是很多隻手那些保護住他 讓他的胎兒去保護住他 是不是反而是好事一見呢 懂老師的意思吧 各位親愛的朋友 所以你今天的佛牌怎麼使用 真的沒有絕對 所以有人就說佩戴比達佛會導致難產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因為他法律會把你的酒鞘全部都封住 避免被一些法律跟東西打進去 因為他們以前的法師鬥法不是只有什麼擋刀 擋槍等等之類 他們還可能用一些醬頭啊 敬耳朵敬眼睛敬嘴巴 我相信這東西就不用老師去多說了 相信有看過一些 泰國的恐怖節目應該就會了解了 好不好 那今天這集 佩戴比達佛會導致孕婦難產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那當然也是見仁見智 但是確實在泰國有這樣的傳言而流出 那解決方法今天老師也分享給你了 甚至於還教你們一招遇到一些朋友們 他可能體質比較須有榮譽流產的 或許你可以幫到他的忙哦 好不好 那今天這集老師就分享到這邊為止 一樣有喜歡老師這集的朋友 一樣幫老師訂閱按讚已經分享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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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